陈兵华表示 2008年至2016年 两岸双方在坚持久而共识 反对台独的基础上 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荣景 给两岸同胞 特别是台湾同胞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也为亚太地区繁荣稳定 注入正能量 但民进党当局2016年上台后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拒不承认久而共识 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把台湾一步步推向兵凶战位的险境 成为危及地区稳定的最大乱源 当前 台湾正面临着和平与战争 繁荣与衰退 两条道路 两种前景的选择 也就是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只要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两岸关系就能重回和平发展 正确轨道 两岸学三谈判就可以恢复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都好商量 针对近日赖清德在接受专访时声称 若他当选则两岸战争的风险最低 陈兵华表示 许多国际媒体认为 台湾现在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台海形势正处于最危险时刻 台独意味着战争 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单局的同面人物 自许台独工作者 却说自己单选风险最低 你们信吗 台湾民众会先信吗 我看连他自己都不会先行 陈兵华强调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反对台独维护和平乃人间正道